美中贸易谈判结束 达成协议可能性增大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1月10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周三在北京结束了最新一轮贸易谈判 据悉 两国在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以及放宽中国市场准入等方面取得进展 外界对双方达成协议的憧憬升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双方考虑了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惠和平衡的途径 讨论了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不断核查和有效的强制执行 美国官员将在向白宫汇报后采取下一步行动 该声明没有说明双方是否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中国外交部表示将就磋商结果很快发布声明 称至于下一轮磋商什么时间如何举行 也许发布的消息里会有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表示 此轮谈判两国在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产品 以及放宽中国市场准入等方面取得进展 但双方在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 以及如何让中国遵守承诺等方面的分歧扩大 需要更高级的谈判代表在稍后举行的会晤中解决 我认为进展的不错 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金尼 对路透社表示 对我们来说是不错的 他没有进一步详述 这次会谈比预计延长了一天 外界因此解读谈判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磋商时间延长可以说明双方确实是在很认真的进行磋商 据悉美方最高谈判代表莱特希泽预计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华盛顿 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见面 刘鹤在北京的会谈中短暂露面 使人们更加乐观地认为 中国在达成协议方面是认真的 尽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增大 但结果仍不清楚 美中两国正处于90天的贸易停战期 特朗普已经表示 如果未能在3月2日前达成协议 他将把价值2000亿元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 从10%上调至25% 由于经济放缓 中国迫切希望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 因此正加大力度满足美国在贸易方面的要求 中国最近取消了对美国生产汽车及汽车配件的惩罚性关税 重新启动对美国大豆的采购 并起草了一项法律 以防止强制技术转让 中国农业农村部周二新批准进口 五种转基因生物 为美国农业公司向中国销售更多生物技术种子铺平了道路 特朗普政府同样面临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 以提振应对贸易战担忧而暴跌的金融市场 自12月初两国元首达成停火协议以来 标普500指数已经大跌约7% 摩根市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自强周二表示 由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周期以借尾声 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 贸易摩擦降温的可能性较大 他预计 若特朗普尼加征的25%的关税落实 标普500公司的净收入将下跌1到1.5个百分点 同时美国行业协会也在积极游说 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和全美制造商协会等 顶级商业利益集团 最近都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会面 此前数月 美国商会和制造商一直反对向中国商品征税 尽管这些组织不喜欢关税手段 但他们长期支持与中国达成一项更广泛的贸易协议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中关系发生根本改变 从合作到争夺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1月10日 美国之音报道 今年是美中两国建交40周年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一些人甚至担心 美中会走向全面对抗 甚至陷入一场新的冷战 参与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 美中关系的性质现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但是把双边关系定义为争夺而不是合作 那是对形势的误判 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 J. Stapleton Roy在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 对于目前的美中关系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美中关系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它必须放在上下文中来看待 他说眼下我们的双边关系中 有两个我们必须对付的问题 一是中美之间日益加强的战略竞争的意识 第二是贸易问题 在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来解决我们贸易关系中 最令人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存在广泛的支持 但同时有一种看法是 特朗普政府正在用关税来对待这个问题 而关税不是对付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 因为关税不可避免的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害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特朗普政府里没有人致力于建立一个框架 出生于中国并在1978年参与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瑞孝俭大使说 在某种意义上 美中两国现在所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情况 但它是累进的一部分 他说中国改变了很多 因此自然我们对这个关系的思考也改变了很多 眼下真正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没有人在建立一个我们可以通过他来管控向台湾 以及所有更为广泛问题的框架中扮演任何角色 而且特朗普政府不从政策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因为特朗普总统不喜欢受到某一个政策或是策略的束缚 因此他的内阁部长害怕明确说出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总统可能会根据他在某一个时刻对局势的看法而改变它 美中都错判了国际局势 瑞孝俭这位有着四五年外交职业生涯的大使说 特朗普政府把竞争和对抗而不是合作看成是国际局势的主调 但实际情况则是相反 在他看来在和平时期大国之间总是有竞争和对抗的方面 但合作的方面更为普遍 他还认为由于两国关系的平衡发生改变 你不得不对国际秩序进行修订 但是我们没有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他还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 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是一个错误 在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实际上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 而美国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 重新谈判美墨加贸易协议 以及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加以矫正 也有很多国内的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特朗普总统 习试图遏制现代价值对中国的影响不会成功 瑞孝姐认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错判了国际局势 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受到西方政治治理概念的损害 因此试图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侵入 而这些价值其实是现代的价值理念 他说在我看来习近平主席正在试图遏制现代的价值理念 在中国国内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方法 我认为它将加剧中国的内部矛盾 我把这看成是中国的问题 我们不处在告诉中国该如何对付这个问题的地位 但是它影响到我们的双边关系 瑞孝姐大使说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我们的领导人是否能够明智认识到为了推动我们的国家利益 我们在国内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上必须如何做 但他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 他说我认为美中两国好的领导能够在不与美国发展一个敌对的对手关系的情况下 使中国更加繁荣富强是完全可能的 美应试图稳定美中战略竞争关系避免冲突 瑞孝姐大使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与苏联打交道 一直努力的找到稳定美苏战略竞争关系的途径 使之不以异常毁灭性的战争收场 在他看来美国也应该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做法 即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来稳定战略竞争关系 因为就像苏联一样 中国也有能力对美国施加不可接受的损害 他说如果美中两国爆发公开的冲突 这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面临着同样的相互保证毁灭的问题 而他对我们爆发冲突起到了威慑作用 他说美中之间不能展开一场全面战争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可以使两国因全面的军事冲突而受到的损害正当化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 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 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北京平壤各自都在打对方对手的牌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1月10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访问中国 向外界传递着朝中友好的信号 中国官媒点到极止 这种不同寻常的报道方式 让外界对中美朝三者关系看得眼花缭乱 有学者认为此次看似平壤与北京的一次合作机会 但各自都在打对方对手的牌 本周三金正恩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 当天上午金正恩参观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金正恩夫妇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共进午餐 连日来金正恩所到之处戒备森严 车队有十几辆摩托车开路处处体现了中方高规格礼遇 据知情人士对本台披露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金正恩到访市受到朝鲜方面的要求 中朝两国关系已经非昔比 大陆学者李先生本周三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金正恩此次访华 选择在与特朗普第二次见面之前 意在向美国展示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他说金正恩不会放弃另一张牌 那就是美国牌 现在三胖动不动就说要和特朗普两个人要会谈了 三胖比他爷爷金日成 比他爹都硬气 现在北京长安街可以大摇大摆站着说话 北京现在对三胖没有过多的筹码 三胖估计开价会比原来更狠 因为金虽然在政治上赢了 但在经济上仍然缺一少时 这也正是北京的软肋 香港某大学访问学者宋先生表示 中朝两国领导人自去年三次见面后 奠定了双方合作的基础 及继续援助朝鲜 共同对付美国 中国和朝鲜双方相互有求于对方 他们现在又找到共同利益 从去年以来 朝鲜方面受到美国强大的压力以及严厉制裁 中国又遇到了突如其来的贸易战 所以他们需要联手共同对付美国 一旦朝鲜方面或中国方面的困境有所缓解 甚至摆脱了当前的困境 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这种亲密关系就不复存在 美中朝微妙关系互相利用牵制 金正恩此次访华正值美中贸易谈判在北京举行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防卫研究所哈利卡奇亚尼斯对法新社表示 在美中磋商如何解决两国间的贸易纠纷之际 金正恩访华显示出北京可以在恰当时候打朝鲜牌 法新社报道 金正恩周二抵达北京后与习近平会晤约一小时 主要谈及即将举行的第二次美朝峰会 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方举行的欢迎晚宴 韩国媒体称 中方为金正恩安排了生日宴 庆祝其35岁生日 北京学者扎建国队本台表示 金正恩参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希望借鉴中国成功的经验并获得援助借鉴中国的一些经验 就朝鲜半岛和问题来说 现在朝美陷入一个僵局 朝鲜和美国都希望打破这个僵局 可能也都希望中国从中帮忙 至于中国会否促进美国和朝鲜对话 学者李先生认为内情非常复杂 非外界所想象的非白即黑 北京从内心来讲 不希望支持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 还有一个 最不希望他们南北统一和南北和解 如果南北和解 经济互通 就没有北京什么事了 如果说三胖金正恩现在最困难的时候 你不给他好处 三胖就会觉得你狗眼看人低 这种事情北京非常难抉择 美国中国及朝鲜三国 目前处于微妙的三角形关系 李先生表示中国担心朝鲜与美国走得太近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朝鲜则担心完全依赖中国将失去独立性 不过李先生认为金正日周旋于美中两国之间 挥洒自如以令很多人刮目相看 因此中国政府试图向美国打朝鲜这张牌 并非一事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将如何整顿伊斯兰教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1月10日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1月6日报道 中国政府预计推出一个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五年计划 来自八个省分伊斯兰协会的代表们 1月5日在北京参加中国伊斯兰协会举办的研讨会 并在会中讨论如何推动与执行伊斯兰教中国化 消息发布的时间典令外界有诸多揣测 两周前云南省威山县人民政府派出上百警力扫荡三间清真寺 导致数十名穆斯林受伤 另外有40到50人遭逮捕 这起打压事件被不少专家视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例子 专门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的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政治系讲师史特普表示 中国政府可能透过扫荡 未被政府认可的宗教场所来加强对宗教的控制 此外去除公共场所中过于阿拉伯化的特色 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点之一 他表示政府可能开始强制去除公共场所招牌上的阿拉伯文 或强制拆除过于阿拉伯式的清真寺 此外政府甚至会开始管理礼拜方式 以及如何诠释古兰经经文 美国弗莱斯堡大学历史系的马海云教授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 中国化代表政府会专注在减少外国元素的影响 他认为这个五年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要创立一个纯中国版的伊斯兰教 并确保中国的穆斯林社群遵循无神论思想 减少与阿拉伯世界的连结 他强调阿拉伯文化被中国政府视为毒瘤 北京认为阿拉伯文化应该从中国穆斯林社群生活中完全去除 换句话说中国在声称与全球化接轨同时正是这边缘化中国的穆斯林社群 新疆模式全展开 专家认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早在中国政府将超过百万新疆穆斯林官境在教育营时就展开了 报道显示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群都开始担心中国政府会将其新疆策略运用到其他地区 环球时报去年11月一篇文章曾经暗示中国其他穆斯林集中地也开始学习新疆的反恐策略与经验 史特普认为虽然很难预测中国政府是否会将新疆的策略扩展到其他地区 但因为政府不断强调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这代表他们很可能吸取一些新疆在教育营的经验 他相信如果国际社会加强施压 会迫使北京重新审视是否该继续打压穆斯林社群 史特普说目前只有少数政府愿意针对这个议题向中国施压 马海云认为如果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或哈萨克斯坦等等 这些在一带一路扮演关键角色的国家愿意就这一题施压 中国政府必须将他们的反弹声浪纳入考量 此外如果这些穆斯林国家愿意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联手 他们便能对北京施加很大的压力 他强调美国能与这些穆斯林国家联手 形成一股与中国抗衡的势力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后果 专家认为中国政府打算以伊斯兰教中国化为由 控制伊斯兰教的教义及礼拜方式 马海云表示 伊斯兰教中国化对中国穆斯林社群可能带来的影响 是打破原本穆斯林社群的组成 并将所有社群集中控管 他认为这能让中国政府完全介入中国穆斯林生活的所有面向 从去年开始 中国各地陆续爆发穆斯林社群与政府间的冲突 冲突主要由政府试图扫荡或拆除清真寺而引起 中国回族诗人崔浩欣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 如果中国政府试图以伊斯兰教中国化为由打压穆斯林社群 他们很可能遭遇强烈反抗 他指出少数群体跟国家机器之间就像鸡蛋和墙一样 我只是想这世界上会不会有更多人愿意支持弱者 如果这样的人越多 那弱者的命运会有所改变 就像我们都在关注在教育营 那政府的态度也会有所改变 对他而言 中国对穆斯林社群的镇压就像滚雪球 必定演变成一场灾难 他说 我身为知识分子不能合理化 看起来很糟糕的事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令人格外担心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为一国两制开战不如选择开路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1月10日 法国广播电台报道 台海两岸领导人在2019年新年一史 言辞往来针锋相对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周发表立场强硬的对台讲话后 1月9日最新的台湾民调显示 针对中共所提的一国两制超过八成民众表示不赞成 对于北京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高达82.4% 台湾人认为此举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 与此同时 另一种呼之欲出的观点认为 与其为一国两制开战 不如给一国一制开路 习近平在1月2日发表对台讲话 多次提到统一和一国两制 并称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 习近平明确表示 针对外力干预和台独势力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 立即以台湾人民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做出明确回应 台湾清律两岸政策协会公布的这一民调显示 在台湾赞成习近平提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仅有13.7% 高达八成的民众不赞成 其中国民党支持者也有64.7%不赞成 68.5%民众认为中国提出的一中原则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空间 对于中共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高达82.4% 国人认为此举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 此外 55.7%民众认为两岸之间没有九二共识 此外 85.2%的受访者支持蔡总统对于两岸关系发展提出的四个必须 87.3%赞成蔡总统提出的两岸交流的三道防护网做法 78%民众支持蔡英文两岸政治协商 应经台湾人民授权和监督 由两岸政府对政府进行的主张 针对近日蔡政府防堵非洲猪瘟的表现 则有65.8%民众表示满意 但是对于蔡英文两岸关系表现的满意度 却没有反应在蔡英文个人支持度上 蔡英文支持度48.4% 不支持者占46.7% 蔡英文满意度49.6% 不满意者占45.3% 有学者认为 不管蓝绿支持者对于一国两制 武力犯台都是压倒性的不满意 但对蔡英文大陆政策的支持 却没有抬高他的声望 关键在于蓝绿就此纷纷归队 大多数台湾人拒绝一国两制的民意 催生出另一种主张 与其为一国两制开战 不如给一国一制开路 台湾民进党立委刘兆豪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在此向两党提出一国一制的方案 一国中华民国 一致宪政民主 在此基础上谈统一 他说这也是中国民主运动领袖 王炳章的立场和主张 也是海内外民国派的立场和主张 我相信也将是全体中国民众和世界民主国家的选择 彭斯说台湾拥抱民主 给全体中国人有了更好的选择 已经蕴含了这个选择 我再一次重申 在两岸三地重建中华民国 是维护两岸和世界和平 捍卫民主自由世界的最简易方案 也是大陆中国民主转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由之路 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则表示 中共的所谓一国两制是否可行 看看香港的昨日今天 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其实中共领导下的所谓一国两制 只是中共掩人耳目的一个说法而已 其真正的危险之处在于一旦这一步得逞 就永远不可逆的开启了控制之门 何时全面落入中共的魔爪之中 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值得庆幸的是 这次蔡英文总统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陈光诚先生还指出 早在2007年6月11日 台湾的民进党建党元老 海基会副董事长张俊宏就提出了 以一国一制 大破大力 中道百合 觉醒台湾的构想 张俊宏先生主张两岸 应实行一国一制 就是在民主法治前提下统一 这才是真统一 大陆若真想统一 就实施总统直选 2300万台湾人 和数十万名民进党党员都不害怕 14亿大陆人和8000万大陆执政党 中共党员更不应反对 陈光诚呼吁民进党放弃台独 主张一国一制 大陆普选 台湾马上回归 如果中共不愿统一在民主制度之下 而攻打台湾 那就是无道法有道 必将遭到天下公论所浅 中共你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谈吗 习主席你不是说以最大的诚意 争取两岸和平统一吗 那就在一国一制下谈谈放开媒体 公平直选总统吧 谈好了这些就可以制定两岸统一时间表了 若不谈这些 可就是毫无诚意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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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